这个阶段我们要特别透过视讯连线 跟产青新闻台北支局长 石板明夫先生连线 石板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石板先生先就美台的关系请教你 今天国防部证实美台会有国民兵的合作 那这当然跟这一段时间以来 美台关系的更加的紧密有关 而且达克沃斯的议员 来台湾的第二度的访问 也强调不会让台湾孤军奋战 你怎么观察这个变化 我觉得就是从拜登的 在5月23日在日本讲的 美国要协防台湾这句话说出来之后 当然美国后续做了一些回应 好像又把负面影响 对中国的影响稍微消下去一点 但是这个很明显是变成 美国对台湾的从战略模糊 改向战略清晰的一个起点 那么当然说真正的政策转变 要分成好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需要政要的发言 第二个阶段需要修改国内法 第三个阶段就变成正式的外交上的条约 那么所以说拜登的发言 也并不是代表美国的政策已经改变了 而是美国的政策在开始改变 那么这一次达克沃斯来台湾的话 其实就是把拜登的他说出的话 更往前走一步 所以说这一点呢 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非常 怎么说呢 不愿意看到的现象 所以中国现在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外交渠道 来阻止美台的军事方面的接近的问题 所以说我认为今后的美中的博弈还会再继续 但是大方向也定下来的话 也许会就是往前走三步往后退两步的形式 但是最后还是一直往这个美国卸方台湾 美台军事合作的大方向已经启动了 而且还会继续前进 好中国的方面今天事实上王毅有公开的喊话 他说中美的关系不能再恶化了 可是呢习近平跟这个拜登两人 这个民主跟专制的制度的斗争 事实上是更加的激化了 你怎么观察 我觉得中国现在呢 就是说它是国内的声音 我们看中国现在其实是很混乱的状态 就是说它经常发出两个声音 有的时候它要跟美国全面对决 它要为了这个二十大之前 要把民族主义宣扬起来的话 特在批评美国 一个方面呢 它又不希望和美国的关系彻底闹僵 所以说呢 它有时候又抛出一些和美国的 这个修复关系的一些信息 但是说呢 这个也是一样 就是中国现在总体的 现在的习近平政权 是靠它的民族主义来维持的 它民族主义一个核心的价值 就是反美 所以说这一点 如果习近平政权 没有做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改变的话 那么它也会往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 虽然它偶尔会放出一些 就是我们要和美国关系好的一些信息来 但是说它的方向也是定下来的 它也会让防美的方向继续走下去 好那这个中国的这个民族主义在燃烧的同时 事实上 美日的反中的情绪浪潮也还在延烧 特别是最近我们看到在日本内部 有两个民调引发了台湾的关注 第一个关注是岸田文雄的这一个内阁 他的首相民调高达66个百分点 这个在疫情受到伤害的日本来说 基本上是一个并不容易的状况 然后另外一个民调 九成的受访的日本人 他们认为应该要为台湾有势而做准备 你怎么观察日本的政坛的氛围 首先我觉得岸田文雄 他是一个其实他能做的事情很少 但是说属于前人灾数后人乘凉 他的运气非常非常好 那比如说日本的疫情 把安倍和这个菅义伟两个首相都拖垮了 特别是菅义伟在任的时候 发行了多少次的紧急事态宣言 日本的疫情的数字就是降不下去嘛 那么岸田呢 他不停地在开放 但是这个感染者数在下降 所以说岸田呢 基本上他什么也不做 慢慢待着的话 事态就会越来越好转 他的知识就越来越往上升 这是他的运气使然 这是没有办法的 那么同时呢 刚才讲的日本的 这也是日本经济新闻做的调查 90%的日本人是认为台湾台海有事 如果台海发生武力冲突的话 日本应该做准备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数字了 这个在五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那么也就是说 他这个民调呢 透出了三个信息 第一个信息呢 就是日本国民普遍认为台海是非常危险的 这个认识我想会比台湾要高 我想我们生活在台湾很少有这么高的感觉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说日本人认为 如果说台海发生武力冲突 那么日本一定会被转进去 这是绝对是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的话 不管主动被动的话 日本是躲不开的 不能独善其身的 这日本有一个共同认识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大家认为台海 不让台海发生事情 不是说台海发生事情以后 日本怎么办 而是日本如何让 降低台海发生武力冲突的风险 这是日本作为一个大国需要做的事情 日本有这方面的责任 这个是过去的日本国民没有的 没有的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个民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也就是说 日本马上七月份就有参议院选举 参议院选举的时候 很多的这个保守的政党 都把修改宪法作为它的公约 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民调 是一个推波助干的作用 那么日本很可能 在进这个怎么说 这种国内的氛围 会使日本在这个 作为一个地域大国 作为一个重新在军事上 发挥影响力的方面 有一个非常好的吹动作用 好 石板先生 我针对日本的军事防卫请教你 我看到这个安倍晋三 他不断的强调 日本的这个自卫队跟国防的军费 应该拉到GDP两个百分点 然后岸田文雄也follow这条路线 这几天事实上还传出来 日本有部分的武器可以出口 所以日本事实上在西太平洋 在第一岛链上面也在做一个强化国防 跟这个强化自卫队的 全方位的战略调整 对 等于说日本 其实等于现在是这个日本的国际形势 推着日本在安保上 他不要有话语 争夺话语权的这么一个姿势 其实日本的把武器往外输出 这个问题啊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象征性意义 要远远大入实际上意义的 因为日本在国内没有生产什么武器 就是说它现在呢 它把这个打开以后呢 实际上呢 就是说 挣脱了二战以后 套在日本身上的手铐脚铁 套在枷锁 日本可以重新走出去了 比如说日本过去 它是过于的 对于武器出口 这个出口问题是过于敏感的 比如说我们当记者的 我们公司派记者去采访过 伊拉克战争 阿富汗战争 我们的记者不能从日本买防弹衣带出去 因为防弹衣属于武器 出国就是武器输出 就不能带出去 所以我们的记者只能到当地去买防弹衣 当地卖的防弹衣 都是他们地方游击队穿的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记者穿完以后呢 是非常容易被别人袭击的 所以说呢 这些问题是很不合理的 但是最近呢 比如说乌克兰战争 日本就有一批防弹衣运到了乌克兰 这个就是说 日本一点点作为突破的话 就是说 现在的国际形势逼着日本 日本本来是 二战之后被国际社会卡的 日本国内的这个国民意识也是 我们就不参加这个安全保障的问题 我们只要独善提升就可以 但是现在不可以了 这个输出武器 是日本走出国际的第一步 好 非常谢谢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 石板明夫先生的连线 谢谢石板先生 我们稍后回来